今年跨年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 公广集团董事长同时也是钢琴家陈玉秀呢 将和国家交响乐团合作 挑战名曲贝多芬的皇帝钢琴使奏续 那么在今天是进行了彩排 把现场交给记者林佩贝 佩贝请说 好的公广集团董事长陈玉秀 同时也是知名的钢琴家 这一次跨年要带给大家非常不一样的跨年夜 是非常有气质的古典跨年夜 然而少总也进行了彩排 我们赶快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每天都有练 就是上下班以后 上下班前下班后 可是对一个演奏家来讲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普通演奏其实是跟运动员是一样的 我们要有体力的 然后精神要集中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的地方 钢琴家陈玉秀一天至少花三个小时练习 对体力可说是一大挑战 而今年跨年夜如果想要感受古典气息 31号下午4点一直到1月1号晚上10点 国家音乐厅将进行30个小时不间断的音乐活动 其中31号晚上10点 工广集团董事长知名钢琴家陈玉秀 也将挑战贝多芬的皇帝钢琴写奏曲 令人非常期待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消息 将时间尽头交换皇帝